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要去御水 从这儿下山更快 从未想过 红儿你竟是莫者 真是深惨不乐 莫者虽奔走一室 但自行祸以来 多半隐姓埋名 加上机关术的禁令 如今莫者 大概都是以医者身份行走了 所以 世上其实不仅上山莫家 莫者未必行祸 各自离散 后来发展出好几支的传承 商莫只是其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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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世道混乱 能够保全百姓者 自然就是人心所向 你们见过 曾有数面之缘 和刘家两位将军 一同击退了妖魔 不过 近来陆林军声势壮大 李军也开始追击他们了 小子 你们没死啊 托您的福多谢老丈了 你小子知道就好 但有的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和昊他死在了上山 死就死了 这什么年头 死哥把人稀稀骂 要买什么快说 上回是看文殊将军的面子 此番不会再给你折家了 不知老丈可曾见过 类似的物事 没有 和昊说他的东西 可都卖给你了 胡说 那和昊所偷走的 是我师门的收藏 还请老丈成全 你说是就是了 谁知道呢 这 不卖 你们走吧 不卖 那就是有了 有又如何 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若是不卖也无妨 只要借我观看研究一番即可 你想干什么 修好它 那好吧 只能看看 多谢 子虽 抱歉 这枚零件破损得更严重 没有办法修复 没事 辛苦你了 老丈 请问还有类似的零件吗 原来真是个懂行的 看不出来呀 这种零件自然还有 那 不但有 而且还很多 就只怕你们没能力去拿 这是何意 像和昊那样入山取宝 你们行吗 我们不做那不告而取的勾当 放心 都是无主之物 进山 取宝 出山 就这么简单 你说得倒是轻松 怎么不自己去拿 路上有妖魔 还有手欲的机关 我这个人胆小 怕死 这对你又有何好处 若你有多的机关零件卖我 我自有用处 如何 好 就去走一遭吧 还请告知具体方位 先到露灵山碰头 到时候再跟你说 这 若是先告诉了你 你取了宝就走 我找谁说理去 好吧 告辞 慢 如今露灵山瘟疫肆虐 情况严重 圣公将军早已下令封山 你若要进去 所以 得想点办法 那你呢 我自有办法 只是带不了其他人 好 露灵山见 子絮 你有办法进露灵山 没办法 只好去找文书了 我 露灵山瘟疫 可 文书 别来无恙 都好 都好 子絮怎么有空来找我 我们从商山来此 途中遇上李军盘查 他们四处张榜 通缉文书博生 二位请务必小心 是吗 我等既已揭竿起意 通缉与否便无所谓了 就是不知我和博生的赏金 谁要高显 多谢子絮相告 还有一事 想求文书帮忙 请说 我有急事 需要进露灵山一趟 但是听闻此刻 圣公将军已下令封山 左右寻思想不到办法 只好舔着脸 来求文书帮忙 这倒好办 恰巧我亦有事 得去面见圣公 他出扎于守平一地 子絮到了那儿 我替你引见 多谢文书 君子已有辅人 能得有如子絮 是我姓 自该倾力相助 方才来时 听文书谈及圣公将军 似乎有些烦恼 真是见笑了 还给你们听见那些话 若我能为文书分忧 也算是报答 便是些军务上的问题罢了 不足一提 此番今去拜访 圣公定能理解 子絮不必挂心 是 我必须得不服 有失望 看看 我想起来了 香二 文殊将军给我的感觉 很像咱们阿富 像阿富 当他说着 有不能后退的理由的时候 让我想起了阿富 阿富他 是什么样的人呢 阿富啊 他平常温文儒雅 待人谦和 所有人都敬爱他 小时候 大家都说我像阿富呢 是吗 真想见见小时候的阿兄呢 是有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这些 你先拿着吧 谢谢你们 眼眶深陷 全身脱水 手脚发干 你看 这些村民的疫病再不处理 定成大患 子叙 你看 随意有心理准备 不料疫情如此严重 这个数量 以我们的能力怕是无法附和 不如 我们先找到文书 要能见了圣公将军 再见机行事 请他协助 你说得对 赶紧走吧 咱俊 来得正好 文书 久等了 圣公将军性子较为急躁 这阵子又为了疫病的事情烦心 待会儿恐怕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还请多多担待 明白了 多谢文书 不会 我们边走边说吧 好 这瘟疫的事情 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谁说不是呢 我也是到了守坪 才发现疫情如此严重 原本还想着请圣公出兵支援 如今看来 蠢财 连个小小疫病都处理不了 要你坐身 是 是 将 将军恕罪 属下会再想办法 想办法 你看看外头 还有时间给你想办法 滚 看了就烦 是 是 将军 文书远道而来 不知所为何事啊 圣公 本将军先说一句 来时你想必也见到 守坪如今自身难保 文书切莫在强人所难 圣公将军 民旅略通医术 但请将军听我一言 方才检视几名病患 发觉他们皆有燥热 口干之症 严重者则屡发沾语 需要尽快服药 清热解毒 或可熬制几天药方给百姓使用 可笑 此事无需再提 将军 我心既无药材 亦没有余力替那些废物 张罗药材治病 若能救治百姓 他们自会敏感在心 因而更加信任将军的治理 既得民心便能得天下 此即为奸相爱交相力之理 你个富道人家 也懂如何领兵打仗 治理百姓 你 治病之事或可在意 今日时有一事相求 说说 子叙 子叙曾助博生击退妖魔 手下御水 与我陆林君有功 如今他有要事 需要进陆林山一趟 还请圣躬应允 此刻进山 所为何事啊 上山采些药草 村中疫病肆虐 我寻思山上或许有些药草可以治病 是吗 好 刚刚你说 奸相爱交相力 是 好 那本将军便与你们先相爱交相力一番 是 我军不日便要开往御水 然而半道却有妖魔阻路 而等助我清除妖魔 我便允了进山之事 没问题 将军 关于治病之事 那个呀 你们要救便救 随你们便 都下去吧 是吗 圣公 关于转进御水一事 那将军实在是 实在是 太过无礼 对 太过无礼了 不就便罢 何必如此嘲讽 似乎正如传闻所言 是个挺有个性的将军 对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 与王猛又有何意 令人失望 是严 有这想法的人肯定不少 陆林军日后 恐怕还会有冲突 好了 我们也该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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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9 12 11 13 12 13 13 12 这儿湿气重 又掺杂瘴气 得小心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 我听闻这样的地方 会生长一种独孤 白天就像普通的 独孤类 晚上却会发出荧光 但凡下了雨后 独孤会腐化成黑色独蜂 那独蜂的毒针长满刺 身子却小 能够悄悄地靠近来人 听起来确实危险 危险的还在后头 它会在夜晚的时候 飞到你身边 然后偷偷钻进耳朵或鼻子里 阿湘 怎么了 这个故事有点可怕 好吧 那就不说了 这不信是什么 我不是很想让你 要让你拢不开 你再看一眼 你再看一眼 我是看一眼 我现在最后 我好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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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我好看一眼 我这人 我好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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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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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这水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啊 没错 但是守瓶的水确实被疫病污染了 再加上千亿来此的妖魔 原来如此 守瓶的上游恐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但污染了水源 使得守瓶一带疫病肆虐 而且还吓跑了当地的山精野怪 迫使他们离开栖息地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上游不就是露灵山吗 没错 咱们进山时得小心了 好 阿兄采的这株 是什么花呢 这是忍冬 也叫金银花 黄白相见的 真漂亮啊 不止漂亮 忍冬性寒 能够清热解毒 对了 子絮 不如我们多采摘一些 带回守瓶 药力虽薄 但至少可以烧解病人的不适 好 就这么办 这样应该足够了 好 快 来 原来妖魔也是有自己的栖息地的呀 是啊 没事的话 谁也不想离开自己家园 一般的山间野怪 也是如此 一般的 这么说来也有些不太一般的吗 这个 就像渊蜀 他们夏天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 一路上飞无童不止飞里全不移 到了冬天再从北海飞回南海 也是有这样的妖魔呢 不幼于一家一地 或者说 他们是谁的天下不下 想不到 子绪也是修改修校的 啊 我可没有冤出那种凶法 我呢 不过是个吃消 我求能顾好我的小老鼠就行 什么小老鼠啊 就是你呀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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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啊 啊 先把射手插住 要快撞到射手 你就是太使招 正是 大人有何指教 邻居的事情 干得不错 圣公大人已经准你们入山了 去吧 大人 关于疫病 好了 好了 退下吧 走吧 先去和文书打个招呼 三位是要上山了 希望此行能有所获 也多谢文书 替我们引荐将军 你们要走了吗 不再多待一会儿 我以为你们跟文书将军 会一起留下来的 还有很多人都冰着 别担心 圣公将军在准备迁村了 让大家搬到更好的地方 这样 生病的人也会好起来的 可是 将军不会带我们走的 是啊 他总嫌我们 要不这样 等我们办完了事 一定再回来 和你们一块儿玩 真的 可不能说谎 我们都会回来的 所以 你们要乖乖的啊 没问题 保民而望 莫之能欲 相信圣公 定会明白 此事还得麻烦文书 多多劝说 自当竭力 果然 留神公没打算处理医病的问题 是啊 妖魔一出 却连一面都见不到 自私的家伙 比起文书将军 真是差劲 上山去找夏老张吧 也不知道他到了没有 若有余力 顺便查查上游 发生了什么事情 子虚 你们这么努力地想修复机关 是跟香儿有关吗 你怎么 香儿跟你说了吗 没有 不过在山山的时候 就有所察觉了 后来你们又说 香儿需要恢复什么的 那时候 抱了红姐姐一下 是不是冰冰凉凉的 吓着你了 才没有 香儿的拥抱非常温暖 我只是有些讶异 不知道你发生过什么事情 红姐姐 红姐姐 越往上游 污染便越发严重 看来医兵的起因 确实水违无矣 这一路上 怎么都没见到妖魔 确实 虽然有不少妖魔逃到了邻居 但这儿一头也未见 颇不寻常 他们 也在躲避一兵 还是 过去 阿修 你看 他被妖魔包围了 慢着 谋定而后动 不要莽撞 那是墨家的升降机关 启动后便会往下 好 我来拦住妖魔 红二 你去启动机关 仙儿 你负责保护夏老丈 把妖魔带走 危机自然解除 阿兄 这样会不会太过冒险 别担心 我有后手 好 走 小子 你们想干嘛 救你 那你 小子 千贵的 不能不服劳了 成了 伯儿 你先上去 不 después 我帮你 你 也不是 我帮你 你 要不 你 你 哼 嫁 你 没事 等会儿山上见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找路上山 和他们会合吧 你说那东西 他把那东西看得比性命还重 如何下得了手 师兄姜王 要如何才下得了手 牺牲少数人已平定乱局 避免天下动荡 等同救万千人于水火 利弊权衡的道理 合错之有 你 身为莫者 自当蛇小立足大力 气小义取大义 难道 师父没教过你这个 师妹物要感情用事 坏了大事 红尔叫他师兄 李军也是莫者 难道他们是同门 是啊 那柄机关说 除了莫者 又有谁能造出这样的武器 我早该想到的 那是人类的园灵吗 李军这群混账东西 竟然拿人类的园灵来吸引妖魔 这怎么回事 我先上山来等你们的时候 是用那个机关平台上来的吗 对 小丫头别插嘴 我上来以后 发现妖魔的状态很奇怪 一个一个都像失了魂似的 在这个 妇魂牢府底游走 我感觉这玩意儿不对劲 试着拆了他 没想到 我才刚让他停止运作 妖魔就纷纷醒来攻击我 再后来你们就到了 你怎么知道这是李军做的 除了李军 还有谁会鼓道这玩意儿 你吗 其实你很擅长机关术 也对李军了如指掌 你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拿去 高阳遗迹的大门早就被反锁了 要想进去 只能走小路 我把位置标记在地图上了 你自己看吧 至于其他问题 要是你们能活着出来 再来遇水温我